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河南过年必做的特色小吃 准备130克面粉,20克淀粉,1个鸡蛋 淀粉的话有助于凝固,也更有筋性 加2克盐增加筋性 加10克油,油和鸡蛋一样都有助于起酥 共加180克清水,先搅拌成稠的糊状 多搅拌一会,这样里面的疙瘩少,而且也可以增加筋性 然后再倒入剩下的清水,搅拌均匀 大概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醒20分钟,再来搅拌一下 这样就可以完全消灭面糊里的面疙瘩了 平底锅或者电饼铛,开小火,不用刷油 倒入适量的面糊,用刮板转着圈刮薄 刮到上面的湿面糊都没有了,就可以了 面糊凝固,别人翘起就可以出锅了 一张饼从倒面糊到出锅不到30秒的时间 饼子不要烙的太久了 做好的饼可以用来卷菜吃,但早餐简单又方便 我们看一下,这个饼子真的特别特别的薄 今天分享的是河南过年必吃的春卷 馅的话可以用饺子馅,也可以用豆沙 豆沙的话不要放太多,不然的话甜腻,而且也容易漏馅 我今天放的有点点多了,我们可以把袋子的口尖小一点点 卷春卷的时候里面我们要稍微留一点点空隙,不要卷得太紧了 因为豆沙预热会膨胀,要给它留点空间 准备一个鸡蛋黄,搅开,刷在边缘上 这样的话粘合的更结实一点 如果边缘很不规则,我们可以用剪刀修剪一下 做好之后,可以冷冻保存一个月,吃多少取多少 筷子放入油中冒泡时,油温就可以了 油炸的筷子头,不知道好不好吃 然后依次放入吹卷,全程开小火 炸至春卷六面金黄 这里的话,大家一定要小火,以免豆沙馅快速的膨胀 然后造成春卷肉馅 想不露馅,需要掌握三点 一是馅不要太多,二不要包太紧,三要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捞出控油 稍微凉一点点,口感又酥又脆 放太久了,馅会反潮就不脆了 自己做的馅特别特别的足,比买的好吃,健康又放心 我是小鹅,喜欢就点赞收藏一下吧 过年的时候可以做给家人朋友吃 谢谢大家